你好 歡迎參加今晚三盤子交通規劃SFTP2050的外展服務的概括草案 首先我們將會簡短地介紹一下最近今年之前所發生的事 將交代一下草案的近況SFTP是三盤子遠景交通運輸計劃 它是為了交通運輸系統學納了直到2050年的長達30年的投資重點 並且將三盤子的專案納入了接收聯邦、州以及區域資金的專案範圍裡面 計劃涵蓋了所有模式包括公共交通、步行、駕車、自行車 即是騎單車還有服務於三藩市的營運者包括 Bartner、地鐵、Keltrain、火車和MUNI巴士的服務 SFTP和區域遠景交通運輸計劃 亦都是灣區計劃一起做了四年每四年會更新一次 這兩個計劃保持一致的 灣區計劃是2050年在2021年10月採納 SFTP上一次重大的更新是發生在2013年 計劃一直都持續到2040年 我們已經推進並且完成了上次計劃中的很多項目 社區交通運輸的規劃是基於社區的計劃 它有助於在整個城市創建能夠反映社區需要的專案本道 它的一些示範例子包括我們在2021年達到了全市路面品質的目標 我們都員工了穿過Presilio和Doyle Drive的工程 我們還完成了Vaness巴士改善專案 並且即將開放Central Substation 透過各種快速的搭建專案 我們為了遠景領取了很多安全的改進 SFTP在2050這個計劃的外展活動在今年春季已經開始了 其中包括調查、社區會議 好像現在我們的這樣 以及市民的大會顯示 我們以了解社區對自由性收益的優先考慮為目標 自由性收益也就是使用方式上具有靈活性的錢 社區商業組織幫助了推進這個調查和市民大會的開展 透過本次的外展活動 我們收到了超過500份的調查緩幅 並且全市青年、企業、以及勞工、以及社區團體 召開了17次這麼多的會議 我們聽取了很多投資和政策上的主題 投資主題是為了SFTP自由性收益優先使用方式的指引 他們就是在目前營運的基礎上 拓展公共交通服務 並提供可靠性 透過減少車輛和步行、自行車、單車人員的衝突 提高全市範圍的安全性 規劃下一代交通運輸的投資 政策的主題是我們需要繼續透過專案和計劃 集中努力的領域 他們是在未來的投資優先重點 裡面要改進問責和專案的交付錢 將公共平台整合 進去投資優先重點和專案的實施當中 我們都聽到在公共交通更可以負擔的需求 透過解決市民對我們的街道和公共安全的風險的擔憂和看法 提高個人的安全 尤其是針對女性和亞太裔的社群 令到區域的公共交通出行變得更加容易和可靠 SFTP是包括兩個投資計劃 投資方案的交通運輸 預期收益是有大約800億的美元 願景方案約950億的美元 並且包含了潛在的新的收益 這些收益預期包括兩種類型的收益 是已經承諾的資金是在圖上藍色表示 在使用方式上是沒有靈活性的 構成了收益預算的大部分 自由的支配資金就是用綠色來代表 這些在使用方式上具有靈活性 這部分的收益預期包含了2022年的交通運輸的開支計劃 即是就是提案L L提案 SFTP和開支計劃是有助於互相指導 開支計劃還會幫助遠景交通運輸計劃的實施 監視會將會提案L列入了2022年的11月選票裡面 這個提案將會批准新的2022年交通運輸開支計劃 並且將會現行的0.5美分 即是是半個先的交通銷售稅延遲30年 提案L不會抬高本市的銷售稅水平 它需要三分之二的選民贊成才可以實施的 SFTP考慮要怎樣才優先使用這些收益 才是透過專案和計劃推進我們的計劃的目標 所以交通運輸是需求相比我們預計未來將會擁有資金額 是屬於超支的狀態 例如我們可以將所有的自由支配資金 用於公共交通的維修維護 但是這樣仍然是沒有辦法滿足我們的總需求 SFTP基於以下的方面 在草案中計劃將自由性的收益分散到很多不同的領域 社區外展活動流程中我們聽到很多優先的重點 以知道的城市和區域優先重點 以及connect SF的目標 現在我們將給大家介紹一下 SFTP投資計劃可以帶來一些什麼的益處 這些都是基於對有和沒有 SFTP投資未來交通運輸狀況的對比的 安全性方面 投資計劃包括為200英里的行人路 和單車路改善提供資助 從而推進遠景的零的行動 繼續安全上學的路線計劃 投資交通零淨化以及減慢車速 推行安全改進 例如設置多些信號交通燈 擴闊行人道和行人過馬路 為了街道維護提供資助 以維持道路目前的平均品質 同時也有投資用於升級行人道 街道的街道的標誌 信號燈 即是交通燈 以及單車鏡 單車車道 這些改進工作也有助於我們為了 對應未來的氣候變化的風險 我們可以做好街道的準備 可靠的公共交通工具 投入了公共交通資金 令到我們目前的系統 能夠更加有效地運作 其中包括給MUNI和BARC 擁有可以運行更長的路線 出車的頻繁次數更高 以及列車的核心能力 公共交通的優先重點 是確保最繁忙的路線上的巴士 我們不會阻礙 被路上阻塞 即是塞車塞住 同時我們將會 將會推出資助 出資助 輔助大家 運輸的營運 以及給年輕人 可以免費乘搭MUNI巴士 公共交通 SFTP的投資有助於解決 塞車和提高可靠性 我們將會看到以下 全市乘搭公共交通 和駕車的人群 在出行的時候 會節省點時間 全市的範圍 和區域出行的時候 就業機會會增加多些 下一代公共交通 和高速公路的專案規劃 計劃是有助於將一些出行和駕駛 開車變為其他模式 這樣將會導致每個三藩市的居民 每天的車輛行駛里數減少超過3% 公共交通的車隊和道輪的電氣化 以及模式的轉變 都是有助於減少的溫室效應的排放 或者是廢氣的排放 在這裡你們可以看到 坤衡量的益處的領域 以及這些益處是怎樣 和SFTP和Connect SF的目標 都是相對一致的 互相結合了之後 投資將會有助於推進全部目標領域的進展 投資計劃大約為800億的美元 圖表是 顯示了投資的計劃是藍色 和未滿足的需求是紅色 自由性的收益分散到很多不同的領域 為了捕捉透過Connect SF流程發展 而來的多個優先重點 在投資計劃裡面 我們著手解決很多需求 和填補公平的缺口 並且推進全市範圍的交通運輸改進 缺口仍然存在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共交通營運上的缺口 這個意味著我們沒有法指在2022年的基礎上面 再增加對於公共營運的投資水平 我們還要對街道的安全以及公共交通街道的維修維護是有額外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對街道的維修維護是有額外的投資 有助於我們改進以下 街道的安全如何改進呢 滿足了街道的安全改進和安全上路路線的需求 加大對於新的路標和信號交通燈的投資 完善街道的工作以及重新設計街道 從而為了步行者公共交通 單車和駕駛人士提供更加充分的空間 交通營運方面的方式是如下的 幫助縮小Bark地鐵和Caltrain的差距 為MUNI的服務即是巴士的服務提供 超出2019年的投資水平 另外SOGAR的方式是如下的 結束Bark地鐵和Caltrain火車 道輪和MUNI巴士積壓的維修工作 下一代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是如下 加大投資也都計劃研究規劃下一代交通 運輸的投資和實施 這些努力將會使我們可以更加滿足地 來到公共交通需求 並且重新設計高速公路和主要道路 以重新連接各個社區 除了以上提到的投資領域之外 SFTP還將會在未來的幾年 繼續推進全市範圍的政策 以及確定一些新的政策領域 部分的亮點示範在下面 公平以及可及性的負擔力 繼續以社區規劃工作 並加以擴展 以納入更多的公平性規劃 以及規劃解決變化的土地用途 這個是有助於整個城市創建 能夠反映社區的需求 以及優先重點的專案管道 出行者即是暴行者的安全和保安 支援對於街燈光 電梯的操作員 以及保安鏡頭 安全鏡頭等等的投資 以提高整個公共交通系統的可見性 繼續投資安全的街道 並且尋求立法制定控制車速的工具 包括更低的車速 以及更多攝錄鏡頭 而幫助我們達成願景的令人目標 所有營運者的公共交通可持續性 需要探索加大公共交通投資 以及營運資助的方式 新的出行方式和自動駕駛汽車方面 街道和新的出行方式需要大量的測試 需要確保街道和新出行方式 可以支援三藩市的通行目標和優先重點 然後我們會有些後繼的工作 將會在2022年 即是今年的冬季 就會批准規劃的了 今天的講解到這裡 下來我們是接受所有市民對我們的提問 請問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現在 你可以開麥克風也可以 也可以用下面的聊天室 即是chat room 和我們詢問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轉達有關官員 幫你解答 那有一位 叫做Parsley的女士 在這裡 你會拿下你的問題 轉答給官員聽 然後如果他們可以即時解答 他們會回來解答你 如果時間不許可 或者問題未得到即時答案 他們會閘下 將會在SFTA的網頁裡面 回答你們 請問各位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便發問 我會幫你做翻譯 我會幫你做翻譯 是 Framer 這位先生有什麼問題 我有個問題 有個疑問 就是說現在我看到很多街道 又動了一個路口 動了一個慢行街 就是慢行路段 動了一些牌 這樣就 就阻礙了一邊的 一邊的車道 就是可能只有一部車 可以過到那個路口 那我覺得 這樣東西是否有得相隔下呢 然後變成是 就是說如果那些車是要走 經過那些路口的話 就好像是人為這樣 阻礙了一個交通 好 我幫你翻譯 給你聽聽 啊 Is there any reason or is there any parts that it can be altered or can be changed? That is an excellent question. Those are slow streets and they were installed during the pandemic to create more outdoor space for people who couldn't go outsid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at these slow roads were created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goal is to create more space for people to go outside, and to create more space. The slow streets are something that are decided by the San Francisco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Agency. That is Muni,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FCTA. But I am going to see if I can find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So the same thing about the 跟現在的會議的SFTA不同部門 但是這位女士都說會嘗試去幫你找個答案 I put a link into the chat and I'm going to share my screen really quickly 他現在是將那個SFMTA那個連結就放了在聊天室 還有他現在是將這個萬街計劃這個片等了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是嗎 那就是你看到上面是SFMTA 即是MUNI那個部門 那這個你是不是講這種呢 是是是 If you go to this corner, you can change to Chinese 這個連結就是這個連結就是在網站 是它的網站 它說你在右邊可以按選擇中文繁體字 就可以見到好像現在這個這樣的模樣 因為這個萬洗的街道就是SFMTA的項目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 hope that is helpful 希望這個資料可以幫到你 來吧 One more thing, you can send an email I'm putting the email address here And you can send the email in Chinese if you like 你也可以用中文送一個電子郵件 它這個電子郵件就是放在上面 在那個聊天室上面叫做 我讀一讀給你聽一下 OK 是Slow Streets 即是慢街這樣 S-L-O-W-S-T-R-E-E-T-S Slow Streets傳出來 跟住N S-FMTA.com S-FMTA.com Grenmon,你想問我們嗎 Ryman,你問我們嗎 Ryman,暫時沒有,謝謝 Okay,好 So, there is no more ques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Ryman, you can ask us Ryman, you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Ryman, tell us what to ask Ryman, do we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Ryman, do we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Ryman, do we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Thank you, Raymond, for your question and for attending, and thank you, George and Mandy. 好了, Raymond,好多謝你的參與,好感謝你們參與今日的外展服務的會議. You're welcome. So, Raymond,如果你覺得結束的話,你可以隨時可以離開這個會議,如果你想回到Ming Room去聽英文的簡介也可以,然後如果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可能等一下就要把這個廣東話的翻譯室,這個Break out room,關了. 好, Raymond,你聽到了嗎?因為我們這個廣東話的會議室,如果再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很快就會關掉,就是關掉的了,你可以回到Ming Room那裡聽英文那一部分,因為他們可能還在繼續,或者你可以隨時可以離開的了,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有問題可以再開聲問我們. OK,好,謝謝你,拜拜. OK,Thank you,拜拜. Bye. Bye, everyone.